最高的 所以這很長 喔 所以什麼 很長 你給我開紅腔咧 對啊 我們阿爸說過 他說你認真看一下 看一下他嘴巴可以張開多大 你確定要這樣 這麼犧牲自己 有一對要拿掉 大家好我是豐盤 美食爆發物 回來了 好這是我們的 應該停更醉酒的頻道系列 那這一次 想要吃一下瓦城的全餐 這一次我還是一樣 還不能吃飯 竟然要吃泰式料理 那我今天就特地請了兩個 泰國的美女 來幫我品嘗一下 台灣的泰式料理 有沒有這麼泰式 以及對他們來講好不好吃 那我們話不多說 直接進去裡面點餐吧 一開始進來我們先 我先歡迎我兩位 來台灣玩的泰國朋友 這位是自己稱呼 啊 咪咪 婷婷 你不是本來叫美麗嗎 喔 那個是 以前 以前 我現在叫婷婷 難聽死 好 那這兩個今天就是 代表泰國人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就請服務生 來幫我點餐 我先問 來這邊 大部分都會點什麼 這邊十大菜色 就是明星菜色 就是 所以大家也都是點這十道 對 大家都是點這十道 幾乎的 你有看過我的節目嗎 有啊 那你覺得我會怎麼點 全部 每個都點 對 就選點吧 小東西就不用什麼 像飲料那種不用 只要是菜色類的 全部都全上 全上 菜色 對 只要是有菜的有肉的 我問一下 之前有沒有泰國人來這邊吃 有啊 那他們說好不好吃 他們沒有說 好好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那個愛 那個笑點是幹嘛 就是 戴口罩 戴口罩 看不出你在笑 這代表說因為我在笑 好爛 欸那個 奶茶 來個 先來個三杯 三杯 泰國有名用奶茶 等一下先請我那把奶茶 好不好喝 好那因為 第一個是 我這兩個朋友一直追著 要開動 不然正常來講 我們會等上網站開一拍 再來是他們想喝 喝 口罩 所以 這泰式奶茶 既然叫泰式 我們就先請他們喝喝奶茶 看起來 好不好喝 對他們說泰國泰式 我一定是覺得很好喝 阿萊 沒完 OK Same嗎 Same Same沒完 好 奶茶過關 泰式奶茶他說一樣 就是跟泰國 口味是差不多的 目前菜 到現在應該是上 三分之一左右 因為總共他們說四幾道菜 有一個要拿掉 就是那個月亮蝦米 我也很嚇到 因為他們說泰國是沒有 通常都沒有 通常都沒有 對 目前在那邊看的菜 你們有覺得 哪裡不像泰國菜的嗎 好 泰國泰式奶茶 泰國泰式奶茶 美麵 馬可貼 他說在泰國沒有放番茄 是嗎 對 所以台中文就是什麼 哪個像 哪個像 就是那個酸辣 冬咸菇 哦 冬咸菇 你們像的應該是哪一個 是這一道 那個青木豆 對 我剛剛之前沒看到 你們會加那個生的蝦子 對 可是我們好像不會加生的蝦子 那什麼 茄子 我在泰國沒吃過茄子耶 有嗎 泰國有茄子嗎 這個 拿給我看一下 有 有 有 台灣人大概有一半的人 不喜歡吃蝦子 對 不吃蝦子 對 對吧 現場應該有人不吃吧 就一個農村子不吃 不吃所以長到183公分 沒錯 最高的 所以這很長 所以什麼 很長 你如果開紅腔咧 對啊 也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他是完全不會講中文的 然後這個人中文很好 因為他來台灣蠻久的 之前也是在台灣念書 所以 他的那個中文程度很好 好 那我們現在先開始 你們先選第一道 你們最想吃的菜 鬆檔 現在 完成 好像 是不是因為你們泰國人 喜歡第一道菜都吃這個 對 因為開口啊 酸酸的 青木瓜在你們泰國有番茄嗎 有 有 我知道泰國人都會點這個 然後裡面會有蝦子 我不要去買 嗯 不像太多 差在哪裡 他說 好吃 但是不像 泰國的 喜歡的口味 口味 喔 東洋公啦 東洋公 我每次都不喝這個湯 他們去泰國也都會點多喝 但我都不會喝 太酸了是不是 我覺得這很像吐出來的東西 我知道每次你們喝完酒 就到這裡喝這個 然後我們就看你們有沒有喝 我想說等一下吐出來 不是也一樣嗎 嗯 我覺得 你馬上酸的跟辣的加在一起 我覺得就好吃 好吃 就好吃 這個 那這個口味像泰國嗎 這像 對 好像 小辣 不夠辣 泰國的很辣 因為 你來還有比較久 你覺得 台灣的食物跟 泰國的食物 哪個比較好吃 泰國 那 泰式比較好吃 如果說你最喜歡吃泰國的食物 是什麼食物 涼拌 涼拌 就是什麼 生菸那一種 對 就是生菸 螃蟹 螃蟹 蝦子 對 那你在台灣也喜歡吃什麼 那個什麼 海底撈 海底撈 海底撈不算台灣的 海底撈不算台灣的 好不算嗎 對 可是你們泰國人來台灣排行榜 就是 吃東西好都是宣學 因為 這個看起來像 看那個醬 對 看那個醬好不好吃 所以這個在泰國叫什麼 麵 麵 這個在泰國是烤的 不是炸的 好 你們泰國人會 泰國會怎麼吃這個東西 你呢 我們正在包的時候 我順便問過問題 泰國男生跟台灣男生 哪個比較好吃 滿康了嗎 哪裡不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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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泰國人會撒嬌 泰國人都會撒嬌 對 都會撒嬌 但是台灣的 就溫柔啊 然後 老爸爸會照顧 比較照顧 老大男人主義 會照顧這個 這樣子 對 那你覺得咧 你經驗更豐富 你要回來 對 對 我沒接過泰國的男朋友 但是我聽過 台灣的不就有責任啦 比較有責任 對 我有聽到泰國男生 好像很容易跑掉 對 好 回味道正題 繼續聊的時候 你穿 我們阿爸公瓜 他說你認真看一下 看一下他嘴巴 可以張開多大 你確定 確定要這樣 這麼犧牲自己 真的蠻大的 你的嘴巴 那可以用到這麼大片吧 但是我覺得泰國人跟台灣人的差別 就是台灣人喜歡用東西沾東西 但你們都喜歡把東西 用湯匙 攪過來 然後我們都會這樣子 台灣人都會這樣 他們比較衛生 我們比較不衛生 平常是蠻好吃的 嗯 蠻好吃的 所以這個你們像泰國菜嗎 它算好吃 但是也有一點 不一樣 對 我覺得畢竟還是台灣人在吃 所以他們有點改的 比較像台灣人的風格 可是以台灣人講 大家有說 你覺得什麼菜 泰國比較好吃 或是台灣比較好吃 我自己覺得 傳麵 傳麵 對啊 台灣好像沒有 就有點像 牛肉麵 像剛才講的 牛肉粉條 你包括他有吃過月亮蝦 有沒有吃過月亮蝦餅 我沒吃過 你沒吃過 因為我覺得不是 不是泰國菜 因為我覺得不是 泰國菜 泰國 泰國 我是不是以前蠻愛吃的 你覺得好吃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那個我記得是黃金蝦 金錢蝦餅 金錢蝦餅 那個不算泰國菜吧 那麵 那麵 他說那個有 泰國有這種蝦餅 但沒有 沒有 沒有扁扁的 有那種一整顆的 他說他喜歡吃那個綠咖哩 綠咖哩 對 對 我覺得泰國應該沒有那個 他好像有加九層湯 我記得 泰國有九層湯 泰國有嗎 有 但是泰國不是放那個長豆 這不是長豆 這個是四季豆 對 長豆 對 就是長長的那個 哪個豆子不是長 不一樣喔 不同種的 不同 這兩個豆子不一樣嗎 這算泰國菜的對不對 應該是吧 那 像嗎 欸 欸 不好吃 嗯 他說不好吃 我覺得還 還好 嗯還好 妳是不是不會說不好吃 三個字 啊 不好吃 那個 我有一個問題 想問妳一下 那個綠咖哩裡面的豆子 跟四季豆是不一樣的 豆子是嗎 我正試一下這個是長豆 所以口感是一樣 好 好不好意思 好那是我比較 我真的不知道長豆這個名詞 現在這就還沒被騙走 你猜他幾歲 對 21 21 你猜他幾歲 我猜他幾歲 我覺得差不多 你咧 222 23 哇靠 妳們都很樂器耶 你 你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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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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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問經由印觀眾要求 以前我是連菜都不介紹 這次還特地找兩個人來幫忙介紹一下 那對我來講 其實就是想看一下 瓦丞的全餐套長怎樣 今天看到我也心滿意子聞 其實我個人是滿常吃瓦丞 對牠的評價也算高 只是我覺得還是想要找泰國人評評一下 那其實基本上他們問下來 其實大部分人的菜是他們都覺得像泰國菜 只是味道有點改變跟不同 大家再自己過來吃吃看吧 那我現在主要先看一下 最重要的時刻來的 就是我們要看一下 瓦城的全餐到底要花多少錢 我現在找到這個發票了 你猜一下我們先這樣 我覺得我猜應該比較準 因為我常吃 那我給他們泰國人猜好了 如果你們猜到正負沒有猜到一千塊 我就給你們一萬塊 如果沒猜到就要把那個頭給吃掉 這發的服務費喔我先講 結盤差不多七千塊 七千塊好那你呢 我覺得一萬五 一萬五嗎 高盤對不對高盤 高盤 他又換九千了 我猜會猜到兩萬塊左右 我公布了 來多少錢 我自己看我自己 1 1 韓河服務費一萬八千一百四十 我猜不要準 好那我們現在結完帳了 還是很感謝大家看完這一集的美食爆發戶 那也跟大家講 也就是現在重新開始 我的美食爆發戶重新啟動 但會跟以往不一樣就是 我可能會在每一集的來賓中去挑選 跟自己美食有相關的東西來去做拍攝 那大家再見啦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